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带来关心 久久重阳节佳节前夕 为了表示对县内长者关怀和敬意 县长许正威是日前在社会处长的陪同下 分别前往了花莲市以及吉安乡 为花莲百岁仁瑞献上祝福 自赠了重阳礼金1万元 金锁片以及金老壮 也包含了市长魏佳燕 吉安乡长邮淑珍 以及各里里长也都出席探望 祝贺花莲县13名的百岁仁瑞 能够身体健康 重阳节快乐 再过几天就是久久重阳佳节 今年花莲县有13名百岁长者 日前县长徐正威在社会处长陈家傅陪同下 分别前往花莲市及吉安乡 为花莲百岁仁瑞献上祝福 包含花莲市长魏佳燕 吉安乡长游淑珍以及当地里长等 都前来探望百岁老大人 置证重阳礼金一万元金锁片吉尽老壮 祝贺花莲市长魏 12年華聯縣府重陽節建勞禮金 採賄賂漲者金融帳戶及現金發放兩種方式 增進漲者再領取建勞禮金的便利 今年總計符合發放資格達6萬多人 建勞禮金會款轉帳將於重陽節前半禮 現金發放為請各鄉鎮事公所代為發放 其番藉此鼓勵長輩好好照顧自己 健康99幸福99 打造華聯市成為元氣樂靈健康長壽城市 藉著長包院華聯市報導